楼上红毯的就是著名演员李憲 请在背景板前先留影 谢谢 欢迎李憲 你好 而且今天对你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日子 除了我们的GQ盛典之外 还有一部作品上映对吗 对对对 今天不仅要来参加这个GQ的盛典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 电影《赤无书生》 今天跟大家见面了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去电影院支持电影《赤无书生》 谢谢大家 然后也谢谢李憲 那麻烦你去 对不起 这个 这个 好 来 伸出我们右边 来 右边右边 来 右边右边 来 伸出我们再看一下 右边右边 右边右边 谢谢 谢谢李线 请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直播间 我是吉良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直播间 这位朋友 帅到不行 而且最近也有新作品要上映了 相信很多人在关注他 那他今天也是一袭白衣 来到了我们的GQ的年度人物盛典 那这一位我们的明星嘉宾朋友是谁呢 卖个关子 有什么好卖关子 马上就进入我们直播间了 因为他最近上演这部作品 跟这个胡仙有关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接着这样一个角色 让我很意外 所以待会让我来好好地问一问他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知名演员李线 又见面了 先握个手 没事帮你暖一下 来你的麦克风 先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 GQ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线 很开心再次来到圣殿 你今天是一身白衣过来的 对因为我觉得不对 不应该是红色的衣服吗 是胡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是县男友还是胡县 胡仙 对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带着任务来的 因为我知道就是你去年就来过了 我们的GQ年度人物的盛典 还获得了一个人气演员奖 时隔一年再来 什么感觉 有这种变化吗 比去年要冷一点 对温度冷一点 对对对 但是热情依然热情依然在 对对 而且带着一身赤虎的红色火焰过来 对对对 对这个心中的火焰熊熊燃烧 想到赤虎就不放过你了 你看后面开始放你预告片了 感谢 马上要上了 上已经上了 对一上了 我要去电影院看的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是 这是你第一次出演玄幻电影 是不是就是这种 你要去演一个 因为这种狐狸的这种角色 你为什么会去想要演一个男狐妖 对 是什么吸引到你 当时看剧本的时候 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 特别美特别俊的一个这么一个形象 对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比较接地气 对 然后比较有这种逆袭的这种 草根逆袭的这种状态的 对 然后再加上这些特效 江老板请的这个团队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次 合作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很愿意去尝试 那讲到狐妖很重要了 我们一想到这种狐妖 都觉得那种是特别魅惑的 女性的形象 你这个狐妖跟别人 狐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个狐妖比较接地气 比较土 对 憨直的狐妖 对 憨蒙憨蒙的 对 是特别可爱的那种 是的 我就觉得因为没有尝试过 类似的角色 也没有尝试过这种 就是非人 是演个动物 我觉得就包括这些动作 这些神态 你要去模仿的 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 好的 所以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特别愿意去尝试 不同的角色类型 好的 那你这些小狐狸 最近除了在跑路眼之外 准备接下来 还有什么新的动向呢 新的动向 在这个东西 还是得看一下 因为接下来 现在今年基本上 都是一些活动和拍摄 那明年 还在观望 对 好的 那我们都特别期待 我们的赤狐书生 票房大卖 感谢 好 谢谢我们的这个 狐献 那我们也请你 一步到我们的内场 今天有很多精彩的环节 等着您 谢谢 那我们稍后见 好 有辛苦了 好 有请 好的 那接下来呢 也将来